獨闖龍潭湯雞弓 橫月牛潭惠麒麟 這個名字是不是有點old school呢? 這個名字就是我們今天走的10公里路線的名稱 我們會由粉錦公路的夏邪村出發 經過龍潭山橫月雞弓嶺的主要山徑 之後會跨過一座牛潭山再上去麒麟山 沿途的景色開揚之餘 我們還會經過一群很漂亮的蘆葦草群 沿著麒麟山下山的時候 我們會找到近年的打卡熱點 古洞水塘的心形角度位置 一條橫月葉滿山峰上面的冷門路線 有開陽景色又有打卡景點 究竟難不難走?處不處理得到? 都是那句啦!去片自己看看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VL 難得的好天氣 下了幾天雨後終於好天了 身處在上水的夏邪村 我們在上水站搭77路K巴士 來到夏邪站下車 然後走進去夏邪村這個位置 今天會走什麼山呢? 我後面這個是雞弓嶺 我們會經過龍潭山 江牛潭山 再過去麒麟山 橫過這個雞弓嶺 跨越去 今天全程大概10公里 難得好天氣 沿途有什麼風景 怎樣玩法 怎樣走法 我們離開村後 上山一路走一路再慢慢介紹 上山的位置 直進來看到這個水塘 我們沿著水塘的左邊走 這裡的夏邪村都很平靜 上山之前給大家看看 上山之前還有士多 可以來到這裡做最後的買水補給 之後才上山 上山的位置 在這間食堂旁 來到這位置 看到這間村屋 村屋有黎巴綠色的 然後夾閘著一些紅白的鐵枝 要小心 因為這裡還要分岔路口 首先我們選擇這間村屋的右邊走 前面就是雞弓嶺 但不要直走上去 直走上去當然有路 很多難度的山徑 可以爆上去也可以 但是我們的路口 微微在右邊 微微的右邊之後 這裡有一條的電纜 直去好像有路 我們在電纜的後面 這條的山徑上山 這個位置要非常注意 開頭當然是屏門嶺少 但是要上山有500多海拔 後段都會斜的 這段上到這個龍潭山 大概是2公里鬆一點 由那個池塘開始計算 但是攀升500多 所以不要想著 現在屏門一會就沒有了 不過慢慢走 總會搖上去 好 然後會看到有屍帶 上山的路段 迷路指數也很高 一條絲帶 然後看到第二條絲帶 直去那條路很漂亮 應該是直走上去的 但是其實我們是在這個位置 左轉的 OK 接著看到仙人霧月 我們正在路上 不要打擾 他 霧月的旁邊有一條山徑 OK 應該是他後面 不是他側 這段要小心點處理 迷路指數也很高 雖然還沒有上山 在過了仙人霧月之後 玩過了第二個 都是在他右邊 有條山徑 沿途會看到 有红白的尼龙繩的丝带 暂时可以跟着走 一直都会看到一些石屎楼梯级 这些楼梯级都很明显是那些后人 做过一些先人沐嶼去供奉时间的路 路上两边都会有一些先人沐嶼 途中梳落丁丁丁 和白色一起连接着的尼龙城丝带 暂时跟着先走 好了 上暗上下一条路开始微微 左手边环耳的时间 看出外面开阳的景色 打会路段应该会明确一点的 下面 先看看下面 这些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上来的位置 有点点难道的 讲迷路指数方面 而外面看过对面的雲遮住了 大墓山的山顶 下面这些就是上水一带的村屋 好了 打后的路段 比较明确一点的时间又吹一下水 刚才说了天气差了很多日 可能整个礼拜都有 今天终于好天一些 今早又有太阳 已经忍不住脚要立即上山 OK 大温馨提示 通常下这么多日雨 路况就算现在是风和日 例如出太阳也好 路一定是难的 因为浸了这么多日 有机会会滑倒 自己的衡量风险 处理到才好上 不要因为队长神 可以这样走上去的时间 不如都试一下 到时先亲 不要入我数 要自己评估一下 处理的道数 好像这样闪一闪 可不可以处理到先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想给个温馨建议大家 看到我现在还穿着风衣 其实今早都冰 我有一件雨涌打了底 OK 现在打底不是穿面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其实就 我个人的意见 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通常会穿一件 有点滑身一些 线身一些的质地 在外面 那确保回家的时候 脱下它 沖水也好 消毒部抹一抹都好 不会把那些骚髒的东西 带回家 因为始终有时候 棉质的衣服 爪毛的衣服 是会容易沾了一些细菌 而又不容易处理 这是纯粹个人意见 这期我都会这样去处理 大家做个参考 看一看前面的山 看到一块石 很有名 很喜欢影响打卡的那块 鸡公岭上面的一块石 忘记叫什么名字 拍完后面也拍下前面路况 正如刚才所说 过了几个沐月 正式开始上高点的位置 路况就明显很多 迷路指数 开始会低一点 但是 闻闻闻闻 存不存得到 真是因人而异的 大家要看一看片 这一条就是 上鸡公岭 一条比较冷闻的路线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 停下 除了一件风流 上山开始热了 兼回一回气 后面遮住了 依然是这个 大墓山 大墓山前的这个 大刀人 三座山加上就是三大 大家很喜欢的三大路线 直上的鸡公岭 今天是打横梯的鸡公岭 在我们左手边的 就是冯吉乡那边的方向 鸡公岭通常人们就在冯吉乡那边出发 对对对对 在上面走 走到那边就打石湖那边落 即是桥头那边落 或者是反转 通常就是这样左右走的 而今天我就会在中间 一个十字眼湯过去 经过龙潭山的位置 龙潭山我们就不特地 会过去大罗天那边 纯粹横过龙潭山就算了 接着下去山坳 再上这个牛潭山 一条相对冷闻一点的路线 来到这里 一路上的时候 卖个广告 帮自己的影片买个广告 我常常都说 难又拍下 疑又拍下 甚至乎冷门又拍下 热门都拍下 OK 但有时候一些冷门一点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相对来的 大家有兴趣低一点的路线 大家未必有兴趣的 可能那些观点数会低一点 我记得我在这个年头的时候 都说了 我希望存到这个Database 想起来的路线 都找到我有影片的 所以一些冷门一点 或者是一些 大家可能有兴趣低一点的 都会拍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 我的影片是帮到你手的话 或者曾经是 带你走一些有趣的路的话 见到我上片的时间 无论你第一眼 觉得有兴趣也好 踢进去看二十多三十秒 了解一下 是不是自己真的没有兴趣 或者是一条原来都挺个人的路 因为在这个Cover上 我又不想太过 挖重取宠 是什么我就描述些什么 有时未必能够即时 踢起大家的兴趣 但有时的观点数太过低的时候 会影响了这个YouTube推荐我的影片 能不能够可以坐到 整个资料库 什么路线都有一条 VL的影片呢 就靠大家帮忙了 所以看到我有影片出的时间 给个赞 踢进去 看二十零三十秒 看看一个简介的情况 是否你想走想玩的路线 延续我这个蓝又拍下二又拍下 甚至乎烂门又拍下热门又拍下的想法 OK 广告卖完啦 继续上山 好了 卖完广告也拍下路方先 现在清晰很多了 而且沿途也有一条红色和白色的烈龙繩 来到这个位置 都还是跟我们的路是吻合的 暂时可以跟着走一段 所以这段应该算是清晰的 而我所说路段清晰 这段的位置距离山顶 这个龙潭山的顶 大概还有1.2公里的距离 我们走一本都未够 而打后1.2公里 攀升有3.8公里 OK 即是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后段才是汽浴 前路是这样的 一路上的时间 又给大家一个回望 为什么要回望呢 看到吗 前面有一个小山峰 上的时间不觉 现在回望回来 刚刚我们就在一个小山峰上 上了再下来 行山有时就是这么有趣的 直望的方向看和回望 是两样东西 有空就回头看一看 来到一段密罩住的路段 竟然没有风 OK 我现在觉得有点热的感觉 又有点热 是否只是随正面T呢 再上一段 这个位置开门了一点 应该有风 OK 拍下前路给大家看看 大概还有八九八米 距离上到顶 我们的左边就是大螺天 看到吗 标告厨 在这个位置 这里 OK 接着一直掃过去 就是鸡公岭 以至一直掃过去 看不到的方向 就是这个冯吉香那边 好 一路拍着鸡公岭做背景 一路吹下水 如果要数五个或者十个 我觉得香港最美的山势来算 鸡公岭一定数到 我想TOP5都会看到 尤其是在车上看到整个鸡公岭 铺在前面的时间 是非常之美的 尤其是绿油油的情况 但是呢 反正来说 这个山我又不算真的上了很多 如果以我喜欢的程度 和对比上的次数来算 不算多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太过不方便 去冯吉香那边 起步或者走 是非常之吊脚 所以呢 都是偏少来这边 来得的时间 如果好天 就一定不舍得走 在上面起一会 还有呢 这个山很有趣 就是初头的感觉 是 刚刚行山步来 是非常之难的山来的 是 Icon 了是一个 很难的山来的 但是其实 当你走下去的时间 又不算真的 那么不亲民的 看你选什么天气上去 就是这个位置 看多漂亮 虽然天气不够蓝 但是都已经很漂亮 不愧是我喜欢的山势之一 你看看 超漂亮的 你看看 挺有层次 前面的路是否很漂亮呢 我们回来看看 刚刚走过的位置 刚刚这个顶位 旁边跨过来 而我想介绍给大家 就是 其实上鸡公岭 真的很多条路 看到前面这个位置 其实有很多条路 你仔细看 停慢一点 让大家看看 看到那些路背 其实挺清晰的 没有遮掩 没有挡 如果是清凉的时间 上海都挺有趣的 这个这么漂亮 有一个草原标的位置 大概距离的顶位 七八二三米左右 的距离 漂亮在什么呢 因为后面有个小山坡 刚刚遮住楼下 就是一些扭景的位置 好像你周围看下去 都是一些 比个山花围住 后面你会看到 大刀印 这个大刀印 再后一点 大墓山 基本上是 跨住了 原則上 你看不到那些楼 所以这个位置 挺有一个山野的感觉 相当不错 这个位置 我挺喜欢 好 好了 这条这么漂亮的山径 上到差不多 回望外面的景色 因为也是挺漂亮的 OK 差一点点蓝天效果 你看这个山势 不断地赚 好 来到这位前面的一段 多长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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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就没办法 只能给大家感受 滑滑滑滑滑 其实都可以 是不是 又是这样 一步一步踏上去 穿着石头 OK 好 最斜位置过了 看回头 是怎样的 就是这样的 好 好了 上一个这么蓝天白云的位置 望回左边 已经见到 鸡公岭的山脊 十几二十米 就到顶了 我们到顶之后 就会 直下方向 下牛潭山 与这个 龙潭山之间的山坳 这里下的坳 大概是1.25公里的距离 下降的幅度都大 由5.840到840岛的海拔 即是要落400 那路线不线呢 我估计都可以 给个稳定提示大家 我刚才都说了 今天下了一个星期雨之后 第一天好天上山 选路线走 选路线 选路线的 好像现在这些路线 毕竟有太阳晒着 湿滑的程度 都相对来算不太厉害 如果你还选路线的路线 就很大机会 会很滑 这些都是选路走的时间 一些考虑的因素 很漂亮 一些干干了的芒草 看回外面的大山 马鞍山都可以看到 依然看不到大帽山 走左边看看 这个龙潭山是目标高处的 OK 这个方向大罗天那边的位置 这个是顶位 这些干干了的芒草 应该是 下山的路段是这个位置 直队过去的 OK 右手边这边呢 就下回去这个打石湖方向 这条路都可以下山的 基本上之后都是接回的 几条都是的 畢竟在顶位的位置 一定大风的了 我记得一条片 第一次上鸡公岭拍的那条片 有朋友说 很大风听不到 那我尝试过 看下怎么去处理 但我发现 其实 最真实的效果 是最好的 OK 那山上就是这么大风 那如果 我现在说的大风 大家听不到的话 一路一路一路说 那我就之后 旁白回几句 对了 有时候拍一条片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山上的情况 蓝天白云就是蓝天白云 大风就是大风 事实上就是这样 OK 我们沿着这个位置 下去 龙潭和牛潭之间的压位 小风点再聊个聊 路在我们前方 但是不是一直堆下去的 跟着山径上面的路杯走 还有看着地图 那是最稳定的 如果不是堆堆下 我相信也不会堆不下去的 但是会很难走 OK 看路呢 刚刚环移回到这个位置 才正式下山 一路一路补充了两句 我现在在这个下山的位置 线 OK 和地图上面显示的路况 是飘离了的 OK 但不要紧要飘离了 我们现在看得到 这条路是清晰的 OK 那我们就沿着这条路下 那这些都是要现场判断的 OK 但是这条路这么阔 看回来又是正确的山 山势位置 那你没可能不在这里下去 OK 那当然啦 路上方不上下一斜 就是小心走 例如外面这条 今天天气一定是线的 刚才你叫我下来也很小心 可以选择来回草头路走 这条路上 会比较容易 坦白说 这样的路段 这样的斜道 什么鞋都会有机会滑的了 纯粹看你怎么去处理 就不关对鞋事 OK 再拍摄前面的路况 给大家看一下 这段更加直 这段平一点可以容易处理得到 回望镜头 大家看看这条斜路 算直的了 今天湿滑的天气一定难搞的 来到这个开阳的位置 对面就是麒麟山那边的方向 再望远的深圳大陆 而来回望镜头 会看到两条路 在镜头的右手边 就是地图有显示那条路 我们刚刚就选了左手边 这条路 现在这样看又好像真的直些少 好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下山 都是稳定点说多一句 对吧 刚才那条路是否斜不斜 能处理得到呢 就自己走一下 如果觉得是斜少的 就跟回地图上那条路去走 那就稳定一点 哇 全面这里 看上去好像很直 先描述一下 几场大雨过后 这些路是最糟糕的了 一定滑的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无论你走哪条路段 也好 看到这些路在大雨过后 都是保住安全的心态 处理会好少少 线一线都不适 好了 走过了刚刚那段 比较吵架的路段 先拍给大家看看 先拍摄一下 是这样的 好 先拍摄一下路况 给大家看看 想描述些什么 这段在牛潭山 这个山坑 过龙潭山的山坑 这段上斜路段 相对于刚才我们在这个 下斜村上的路段 走到现在 其实不要说是湿不湿滑地算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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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看都催俱过刚才我们 刚刚在下斜那边上山的路段 好 再拍摄路况 给大家看看 怎么这么说 因为 大家看海拔高度 都知道 由这里 下坑位 都未到底 说要下400 在这个1.2公里距离下400 相对于刚才那边 在下斜上 这个龙潭顶 2公里 轻松一点 攀升的幅度 是500多 数字 是不会骗人的 因为告诉大家 其实那边的攀升幅度 是没有那么高 那 如果是 现在拍摄路况 你觉得是 难于处理 向下走的 但有兴趣的 可以考虑 转转转转 路况是清晰的 你跟着地图走 或者再看完片 有少少路的概念 迷路的情况 是不大的 OK 又补充一点 我说迷路的情况 不大 是正式上到山径上面 樊越这个鸡公岭 那段 刚才下斜到 开始入山径的时候 那段 真的要找路 要小心些处理 迷路指数是偏高的 好了 到了这段落斜 又要随步慢慢下了 如果有行山匠 就会好些 可以快脚 也可以 但是没有行山匠 是拿着手机的时间 那就稳固些 OK 这段 不要太斜了 可以加快脚步 演演的前路路况 一条坑 不知道是否有人玩车的坑 两边都没有什么 都只是草头 如果滑的话 都没有什么负 所以要小心些处理 尤其是今天下着雨 看不见我拍摄 多小心处理 OK 滑一滑都不值 对吧 不如拍摄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感觉一下斜度 OK 这是我今天的同伴 Shadow 1 好 好了 给个回望镜头 大家先 是不是觉得很斜 不如我上回头 下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的斜度是怎么样 好 做些傻奸奸 先放下手机 既然要下来 也要先上去 先给上去 大家 OK 下来的时间 没什么特别 小心小步 我会选择微微坐低一点 如果太过赤的话 真的跌低的时间 都可以按下自己的人 有时有时 拿着手机拍摄的时间 没有手去扶 那我会再稳定一点 微微坐低的人 那心理上 感觉安全会好些 但最重要 放弹不下 怕就下不了 好了 玩完之后继续下 路况依然是这样的 OK 来到刚刚的位置 大概距离 龙潭与牛潭之间的 咬位 还有五百多米的距离 即下了一半 都不够 OK 都花了些时间 即是证明 这段真的难 难够 我们上来的路很短 就算钓头方向走也好 都是难过的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 又要钓着脚落 税步税步慢慢落 OK 滑下真心滑 OK 这个位置距离 钓位 还有三百多米的距离 地图上面显示 是有两条路的 我现在还没找到第二条 我就画了这条路 那路况就是这样的了 OK 好玩 我觉得今天这条 牛潭与龙潭之间的 这条路 相当之过人 OK 好了 越落到近钓位 就越多分之路 不过 我们都是地图上面 左手边那条路走 只不过这些 左手边得来 又有些分之路 书途同归而已 一小段 没什么关系 总之就小心慢慢落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 距离钓位 还有845米左右的距离 为什么 开机给大家看看 看不见到前面有个电塔 我经常都说 其实电塔是帮助你 确定你身处的位置 地图上你见到一个电塔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的压位应该是电塔之后 当你这么明确 当然没什么所谓 当你迷迷地路的时候 这些就是一些提示 来的 OK 好来到这个位置 电塔 回来回来 有个牌 所以在这里 任何电单车 或脚踏车都不准上去 但是这些路的路况 像是有人玩越野单车 熟鸡公领的朋友都知道 这边是有人玩越野 不是越野单车 而是电单车 所以 不过不知道是否这些路段 刚才走过去想 如果有个电单车 冲进来 那我避无可避 纯粹是听声 判断它有没有车到 中间下 所以行山都真的 不要塞着耳朵听歌 这些点我真的不太建议 听下身边的大自然声音 还有有没有突发的东西 那会好些少 那当然 有朋友可能会 哇 你又可怀不可怀自己 你经常塞着耳朵 有什么身体一部分 说完这些东西 OK 我塞着了 我是没有听歌的 我纯粹是有电话 进入的时候 有些信息 的沟通 又或者是一些 的声音 而已 我免得随流随去 习惯了 固定在这里 这个 这个东西 应该是 那我们在这里上去 总之就是 保持着警觉性 是很重要的 OK 就算真的听歌的话 小声一点 留一点空间 给大家 给自己的耳朵 接收其他信息 好了 当你看到上车的时间 我们回看一下 OK 刚刚在这个 电塔 后面 还过了这个 电纜位置 就是告诉大家 刚刚那个 十字路口 地图上显示 我叫它做咬位 的位置 是不明显的 OK 就是并不是有一条山径 你很明显的 十字路口 不是这样 不要紧 最重要是知道 路况是怎样 那我们继续上了 现在已经 开始由 下山路段 变成上山路段 上这个 牛潭山 由龙变成牛 10公里的全程距离 我们走了 3.5公里左右 精华路段 刚才是 好了 经过这个建筑处 应该是发射站的建筑物 正式开始上这个牛潭山 天气开始热了 来到这个路段 已经接近中午的时间 开始 太阳晒到正 太阳非常漂亮 九维吊的太阳 冬日太阳 OK 剝鞋又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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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舒服的 天气 相当不错 好 好了 沿着这个建筑处的发射站 走十多二十米左右 会来到分岔路口 直去有石屎马路 右边 有条山径 还有很多司大店 OK 我们选直去的 要想一下有什么分别 直去的这条车路 可以沿着马路 通过去 一个叫谭美军营的位置 我们去到某个位置 就会离开石屎路 再转上牛潭山 而刚才右边一条路 都有山径 可以上到牛潭山 不过路短很多 和直很多 因为短了的话 攀石屋路就更大 所以我选这边 而再直去的话 可以到朝径那边的方向 即是如果你只是玩龙潭山 可以在那个位置撤退 或者入山 好 上到这个位置 大概是几十米的距离 开阳的位置 记得给个回望镜头自己 看看走过的路 这座山 就是龙潭山 看不看得到 那条山径 都挺直的 刚刚我们就在上面下来的了 厉不厉害 给些满足感自己自开一下 好了继续上 好了 走了三几百米的石屎路 要注意了 这个位置 看到有一条去水沟的位置 细心一看 会看到有丝带 我们上这个牛潭山的位置 在这里上一段的 算不算是坏沟 这个位置 上山 他不知道算是去水沟的楼梯级 旁边有一个坡 来到这个位置 要注意了 有棵树 左手边有路 我们沿着这条石屎路上 一段仔 好像物质质 大过了之后 有一条很漂亮的山径 很漂亮的意思就是 两边有很多树 路背都清晰 我形容这些路段是漂亮的 一路上了这条帅子的路段 又分享一些东西 来过或者看了影片 当然知道 如何选择两条路 如何走法 如果纯粹在地图上 去规划路线 去判断 应该选择这边 还是选择那边 刚才那边好像短一点 就是上牛潭山的路段 而且这边有石屎路 大家听见 都可能会 推而求其次 但是其实 常常有些朋友 有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 短一点 易闲一点 当然资深一点 当然会明白 短一点 尤其是上斜的路段 就是说给你知道 攀升幅度大一点 未必是楼梯级 那楼梯级 都可能容易处理一些 不是上楼梯级 但是如果不是楼梯级的话 距离短 但是攀升高 就并不是容易处理的 OK 最终的考虑就是 看回你那个距离 攀升的一条高线 我相信很多 资深一点的 行山朋友都知道 但是也有些不清楚 例如还有些朋友 不清楚一些离线地图 可以看到 等高线 你的距离 攀升的一条线 就等于越多越密的话 攀升幅度就是越高 与此同时 还要考虑其他东西 例如 在现在我走的这边 和刚才另一边 其实 如果算上山的路段 不算刚才那个石屎马路 差不多 OK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这边 因为这边 看回山形地势 是 比较山咀的位置 那边 又不知道有峡位 但是感觉 我推断 这边 有些物质 所以我就会选择这边 来走 好 开始 上斜的幅度大一点 一路想要这条斜路 又说回 就是说 当然 刚才我所说的 都是紫上潭兵 就是无论是 纸张地图也好 或者是理线地图也好 一个研判 纯粹靠你的经验来研判 实际难不难走 来到延场看才知道 好像刚才我过去的路口 拍了个画面 给大家看看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 其实去到你会看到的 如果路口 都是密质的 门口也是密质的 那管 后面是多开阳也好 就是走另一条路 如果你说 大门口 就是山径的位置 是开阳的 看似嶺路 来到再试 再走都未迟 好 继续上 那当然 如果你看了我的影片的话 应该会更清晰 减少一些 周围找路的情况 之前看过的路况 再加上 使用地图上面的路线 应该走错路 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今天也是那句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 无论你觉得影片有没有兴趣 也好 先进去看一会 说不定 表面上不吸引的路线 实际上是好玩 OK 继续上了 好了 当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看到有一条石屎 石坡 差不多到顶了 看到一棵树 树前面 有一个 丝带 右边有石 是大螺牛 大螺天 然后扁牛 别管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停下 左边有条黄色丝带 这里是回到麒麟山 麒麟山的方向 麒麟山比这些山矮 所以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会在这边下山的 我们会先上牛潭顶 当然 如果我们走另一条路 就不用回头 在对头方向下来的位置 但我们选择在这边 所以要在这里走上去 在这里走下来 上到来 337的牛潭山 这里风平浪静点 可以放下飞机了 在这里面 ンナツ 在这边 对头转换 我超过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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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放完转飞机 来看路况 如果我们刚才沿着另一条山径上来 就是这个位置上 看路上来当然没问题 但刚才上来的路口位置 真的有些物质 看过去这个位置 看到刚才那个发射站 这么矮的位置 不知道是否是发射站 总之是属于建筑处 好 我们就沿路下去 转去麒麟山那边的方向 好了 一来下去的时间 又要吹一下水 每次我剪完影片 其实必须要做个封面 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什么路线 和吸引大家看 要花点心思去 砌好一点的照片 和给它一个名字 原则上我都是几个地方的名字 但有时候 你都希望那个标题 可以吸引到别人看 尽管我觉得 我偏向喜欢 踏实一点 不要那么夸张的描述 但是有时候你只有几个名字 又吸引不多人看 刚才一路走的时候 就傻奸奸想 这几个山有什么 可以把它串联 让我认识到一个很outschool的名字 非常之厉害 大家听着不要笑 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獨厂农潭 湯鸡公 厉不厉害 吃光这些山名 接着下暖就是 这个 幻月 牛潭 惠奇隆 想起来也很厉害 除了这些 old school 之外 都能吃光 不知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是什么 OK 继续下去 好了 说完小姐拍下路线 由这里到麒麟坳 即是两座山之间的坳位 又是1.3公里 距离 刚才是1.2公里 即是由龙潭 到牛潭的坳位 现在长一点点 1.3公里 OK 不过这里 那个下降的海拔 是260公里 刚才是400公里 可想言之 合先的幅度是多大 而又预计现在这条路线 应该是会好几多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 几个山系 由最高的500多 去到300多 接着200多 接着200多 这段下降到麒麟坳的路段 虽然说下降 但是也有些平门 或者有些微微上 我一身处的位置 就平门一点的位置 是不是条路好吗 很多呢 和刚才简直两回事 是不是 这些呢 我形容有点像郊游径的 OK 不如是说郊游径 之前有些comment 就是我走一些路段 一条比较难一点的路段 OK 由一些很恶劣的路段 之后走一些相对于容易的路段 我都用刚才类似的描述来说 相对于刚才的路段 已经变回一些郊游径 这个对比 一个形容 OK 不等于现在的路段 不等于是郊游径 只不过 这个对比情况之下 已经好了很多 方且 郊游径也有很多级数 有时我觉得 一些描述上面的东西 当然 有我主观的看法 我都希望是尽量持平的 OK 但有时始终都是主观 因为是我的看法 有时可能是 当是讲一下笑性质 讲笑还是讲真 有时 大家都要识分的 难道说这条路 非常之难 难到不得了 前面有一只矮仔标高柱 那你真的觉得很难 自己会看的 不过前面有一只矮仔标高柱 是真的 OK 身处一只矮仔标高柱的旁边 我相信用矮仔标高柱来形容它 有些朋友都会不喜欢的 这支是三角网測斩 OK 只是名字 它真的可以标示高度 不需要太介意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那东西是描述的 那东西就OK 又不是什么学术片 如果我这是一个官方资讯 那你就觉得不够官方 我这是一个个人吹嘴平台 那我叫矮仔柱 就是矮仔柱 OK 好了 我们离开矮仔柱之后 继续下山了 好了 离开一条教矮的三角网測站之后 完整的山景落到那么长 现在我们看看外面 这个就是麒麟山 麒麟山的左边 那幅就是麒麟西崖 我们不用在那边这么困难上 我们沿着前面的山径上就OK了 好了 下麒麟甲这个路段 斜度来算就没什么 想对人先来说 没那么斜 但我想描述一下就是 虽然没那么斜 但也不是二处 因为刚才所说 这里是 看上面 OK 比较密罩些少 湿了的地 是没那么快干的 OK 所以来计呢 其实那个路段 相反来计是比刚才滑 好在就是它没有刚才那么斜 OK 所以就容易处理些 如果它斜度和刚才一样 这里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 羊毛是下不了的 一定是非常之困难 所以稳定点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是大雨几天之后 过后行山的 找路去行的时间 要考虑这些因素 再加上可能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未必会一群朋友 行山的时候 如果真的一个人行山 更加要考虑清楚 路况你熟不熟 住不住得到 我真的强烈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人行山的话 应该是要走一些 你自己有把握去走到路段 就尽量避免去探路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 真的没有那些探路 不要说没有 就是这样说 可能大家未必喜欢 就是那个经验 是比较少一点的话 就不要拼搏 对不对 找多朋友陪你一起 才去找路 一个人行的时间 去找些 那些叫做 游山满水性 去感受一下 天地灵气 那已经足够了 对不对 不用每次都要转换自己的 就算你真的想转换自己的话 都有很多种方式 未必一定是一个路况的困难 去做 处理去落手的 你可以在一些熟的路段里面 你试试加快自己的速度 例如我之前 或者建议大家 跳出一个舒适圈 玩一下比赛 都是一些 你有把握 掌握的路段里面 去寻找一个进步的感觉 都是一个自我挑战 不需要冒险去 一个人去走一些 你没有能力 不是 没有感觉 sorry sorry 不是没有能力 就是没有把握去处理的路 那没有什么需要 是不是 就是玩一些有把握的东西 玩得安心一点 好 继续 好了 看看我的左边 春梅大地的芦苇 好了 拍完这个芦苇草 应该是芦苇啦 如果错了 就告诉我 好美 前面还有很多 给大家看看 好 拍完这些芦苇草 然后继续向前 突然又想找些东西 吹一下水 刚刚这天非常冷 说的是六七度 如果你上到大帽山 应该是零度的 OK 我那天听心机 天文台那些报道 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 那我是有点点 怪怪的 冬天应该过了 如果你计算节气的话 就是这个 正月十五都过了 应该是立春那样 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照计算令 都应该入了这个 春天的时间 是不是应该是春天以来 最冷的日子 可能会比较贴切些少呢 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 天气真的很反常 去到这个春天的时间 都有这么古怪的天气 这么冷的天气 比冬天的时间更加冷 其实你再留意一下新闻 其实世界各地 很多都有一些极端天气 发生了 这一两个星期里面 大家 环保意识重一点 一人做多一点都可以 你如果没有下一代的话 你还可以享受 还有这一家 这几十年的光景 如果你下一代的话 你为它做一点点 如果不是 未来可能 再恶劣一点 可能 六月被霜都不出奇 这些天气 OK 这一堆的路位 如果喜欢拍照 打卡的女女 应该都很喜欢 这个位置 不太难过来的 前一点 应该有一个路口 可以接进来 待会瞄识给大家听一下 一路沿着麒麟山的方向走 一路沿着麒麟山的方向走 都仍是这些芦苇草 都几密 都有几十米的距离 好了 离开这个芦苇草群 我想是十多米左右 已经接到马路边 有车走得到的位置 右手边 走到麒麟山的方向 右手边 走到这条马路 有车经过 刚刚的车走过 刚才我说右手边是麒麟山的 再看一看地图 左手边都有麒麟山的方向 左手边是新田方向 右手边是古洞方向 两边地图上 都显示麒麟山的方向 我们要走的路 是在这个贴闸后面 上麒麟山 好了 先描述一下 由这儿上麒麟山的距离 900多米 攀星也不太多 855海拔岛 先拍一下 左手边有一个水墓设施 楼梯架 不是这边 我们沿着右手边 这儿上 又回山径了 刚才描述 两边都有麒麟村 如果要说方便 应该是右手边 即是古洞方向 那边有个小巴 如果没有记错 是603 即是如果你只是来拍摄 鲁蜜草 或者是想走 麒麟山 可以坐那小巴 我又加上路线 给大家 补充一点 刚才那个食水缸 麒麟山食水缸 就是水母设施 这边的楼梯架 就是左手边 都上到麒麟山 不过这边 走山径 那边就走楼梯架 那我就选了 走山径 这边上 差不多多远 一百几十米的距离範围之内 选了自己想走的路 我选了这边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 踢着楼口 左手边是什么路 刚才我们沿着食水缸 楼梯架上 就是从这里出回来的 现在这样看 这边都密质 别猜了 如果没走过的话 就跟我这条路走 坦白说 刚才那边我都没走过 纯粹容易选择一 就选择另一边 这样选择 OK 继续上 所谓处理得到的路 是这样的 窄窄地 一级一级都可以让你走到的路 相信右手边 刚才这条路 拆了 应该会容易 一点 上到这边 开完的位置 又是时候来回望镜头 刚刚我们上过的牛潭山 看到那些浅色些少 就是那些芦苇草裙 是否这样 应该会適合 芦苇草裙 自打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继续上 好了 当你看到前面 好像有几斜的斜路 再加上在你左边 刚刚过了 会看到有些石崖的位置 麒麟西崖那边 大约一距离山顶 有500米的距离 路是否很斜 也不算 好 走到这边 你会发现 你微微向左边的 环仪山径 正在走的时间 再抬头 看出外面 会看到 麒麟西崖的位置 已经距离 山顶位置不远 300多米距离 但是攀升幅度 也应该过得七七八八 前面的路 攀升幅度 不太多了 到顶了 好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距离的顶 八多米距离 八五六米距离 不算很难 难的在你的左手边 在我的左手边 麒麟西崖那边 就很难了 OK 我们走这些山径 今天 好了 左右两边有路 不远 看到标高柱 3条2 222 麒麟山 在那边 不过我们转一段 左手边 看看这个西崖的位置 站出一点 看看 或者放转飞机 两边 四边 三边 还是 三边 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之正 而这个麒麟山都是一个久违了的麒麟山 我对上一次上来的时间 我想都有超过年半了 那条片 之后其实本来想要很短时间再来 附近这个牛潭山 但是太多路想走 拖下拖下拖下 竟然差不多有年半的时间 才再来第二转的麒麟山 当然了 今次我上这个路就没有重复 下山的路段就会和上次一样 222 麒麟山的山顶 之后我们会下去看水塘 心形水塘 雕高柱的顶 整个360度圈 天蓝到这样 这个天色有点像我上次 铁坑山那天的天色 非常之正 为什么我会觉得像铁坑山上次的天色呢 除了天色之外 我们要看过后面的位置 就是这个铁坑山 那边就是蛇岭附近的位置 本身今天都有想过过蛇岭那边 但是突然觉得想走这边多些少 这边的路线就会长些少 那今天就先走这边 过多几天 好天的话 再过去蛇岭那边 又一个 我说了很久 但都没有上过去的山 但在这个顶位 离开了 我们现在下去水塘的位置 下去水塘的位置 当然给大家看看高角度 鼓动水塘就是那个位置 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间 这边一边拍摄楼房 又出了水塘 我不知道 有某一个角度 是会有个身形的效果 那条片 都算多人看的 在早期的片里算 当初的回复,刚刚有点上上落落的位置 拍给大家看看 当时大家对古动水台最多的留言是 很猛鬼,很猛鬼的地方 有浸死人 没什么问题,心形水桶 不知哪位仁兄突然在某个角度 竟然看到个心形出来,然后就烧了 这个角度看还没有 今天我要做一件事,在这里下去 探索一个角度,一个心形的角度 拍给大家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只不过是我不知道 不要紧了,我先去探索这个位置 好了 探索心形角度也好 拍一下路况给大家看,描述一下 现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由标高处的位置 到古动水塘大概1.8km 距离 不算很急 相对刚才走过的路 以来都是200多海拔的下降 有1.8公里的距离 基本上就算 相对平门很多 有点沙石路 都算干爽 现在这个位置可以的 而至于时间方面 大家都有兴趣想去做个参考 我是12点钟 松一点起步,现在是4点半左右 全程是10公里松一点的距离 现在已经距离了2.5km 即是距离了8km 距离大概 我没有再距离了 因为今天也是很惨的 上来玩这些路段 跨越3个山 预足够时间 描述一下 先看一看水塘 都不是深型 难道我棍人不够浪漫 看不到深型的效果 下来再看看 这个位置算开阳的了 会不会在另一边的山子 即是我上次上山的位置 好 拍一下路况 又讲一下天气 现在大家看到 天蓝天白云很正 4点多的时间 非常之舒服 但刚刚天文台 叮咚的信息 已经又有些什么 双冻警告发出了 其实现在舒服的 环境也是靠太阳 顶着个鸡头 太阳一收 今晚又是凍到飞起 希望明天也好天 不仅是下了太多日雨 下了个人 很阳满的感觉 一直在下 整景的路火 下了又再上 如果只是计算这个 麒麟山 本身我觉得CP值是挺高的 因为有些少难度 但又不太长距离 我不记得我年半之前是这样描述 是几适合那些 刚刚途中渐山的朋友 想玩一些困难的路线 不是线路的交流路 在这些的体会是相当不错 就算你觉得辛苦也好 都是4-5K左右 可以完成的距离 会容易处理一些 好来到这里有个分岔路 滴去好像有路 左边这路是没有 窝了下去有条尸带 其实也有很多行山标记 其实这些路迷路指数不算高 只要看着地图走,问题不太大 过完那个位置之后,又开阳了 讲开麒麟山和古洞水塘 说真的,除了这个深型水塘之外 这个角度有没有像? 看不到,不要理了 吹水紧要找深型 继续走 除了这年纪里面,这个位置 好了,拍一下镜头,拍一下深型角度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上次年纪之前的影片 就是在对面的山植上这边 这个位置应最后,我点一下给大家 先拍一下照片 好了,来到这个位置 我点在地图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不知道的话 真心佩服可以在这个洛山的过程这边 在这个角度看到深型水塘那位的 侍应试者 我不知道是很早有人知道 只不过是我不知道 还是什么 真佩服 我经过的时间,真的不觉得它像深型 这个角度看 有点 原本打算在这里做个深型手势的照片给大家 但我做不错,我跟大家吐心 所以在这里拍照 自己打了一张卡就算了 走了,离开这个位置 继续我们的下山方向 好了,找到一个角度 拍到一个古洞水塘是深型形状的位置之后 我们继续下山 不过是以微而想之后再下山 我记得刚才去找那个角度之前 在吹水 讲这个古洞水塘 麒麟山 最大的感受就是突然之间 吹了 很多人慕名而来 这个深型的水塘 而第二个 比较有点感觉的地方 就是 上年其实就发生了20多宗的致命行山意外 其中一宗就是麒麟山 那你说这个山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有时候真的意外 不是看山难不难的 我记得刚才有一条影片 我大概有个留言 说了一件事 其实有时候 最危险的未必是沿岸峭壁 可能是迷路 迷路可以产生的意外 往往还会比沿岸峭壁 原来峭壁你看到 你怕死你不会走过去 但是迷路的时间 你不会预知自己迷路 那麒麟山 你说是否很多分支路呢 有的 但是 已经算是路况清晰的了 估计是再加上 可能天气很晒很热 各方面的东西 一个人一迷失了方向的时候 就会乱的 所以我常常强调 就一定要懂得用 离线地图 那我刚刚又走一路无聊的时间 又按一下电话 看看一些 YouTube Facebook 又有个朋友留言问 就是说 某一条影片的路线 中途收不收到Google Mac 其实我不应该说Google 因为这样对它不公平 可不可以收到一些 需要有线路的地图 那 到现在还会有朋友问 其实呢 我说了很多次 在山上是应该去用一些 不需要线路都用到的 离线地图 其实我并不是帮某个牌子 或者某个APP 买广告 有很多的 只不过我用惯了 如果你都还没有这样的 习惯或者经验 去用一些离线地图的 你尝试看回我这条影片 OK 虽然拍得不是很大 但起码都应该给你一些 资讯 如何去使用一个离线地图 在山上 迷路是 我自己觉得是发生意外的 很致命的一件事 最基本的 你都起码要确定自己的位置 好了 来回这个佩水库的顶位 我们沿着沿路 这段路 有一点斜 你看见的 去走楼梯级 我们没有楼梯级 沿着沿路 加上一些沙沙石石 小心点 扶着铁丝网 来到这个位置 我记得我上次有留言 看去左边 水务柱古洞配水库 1997 1997 是一个很新的设施 在山上 看到很多都 1902 更加不少 例如在这个 九孔龙水塘 那边 的位置 100多 我都好像见过 下来马路 回望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 下来 这边是一条绳 好的 一没有太阳的位置 天气已经非常寒 趁这段路 没什么人 出马路的时间 很难做总结 说一下 今天跨越了三个山 这条路线 我的名字 是独厂龙潭 湯鸡公 幻月 牛潭 梅 麦 麒麟 OK 究竟almost good 还是觉得 挺贴题 大家给个comment 这三个山 由难到容易 其实就 你说 整条路线最难 我觉得是在龙潭山 落回去牛潭坳 那个位置 那段路是难的 就算好天 都会相对难 少少 反过来行不行 都行的 路放给大家看 自己大家去衡量 我觉得这条路线 是有趣味性的 几个都是 尤其是鸡公岭 大家都是打直行为主 今天我打横 过了它 其实很多行山 有都会走这些路线 但可能一些 新手一点的朋友 未必知道 这样行都行 多条路线选择 车道有的 大家出发之前 看清楚片 考虑清楚 是否住得到 至于麒麟山 之前走条路线 就比较简单 麒麟山 兜了一圈 那时候也没有 QR Code地图 这条路线 放在尾的位置 给大家做个参考 正是走过麒麟山 都可以的 那 挺好玩的路线 我觉得这条 我形容是CP值高的路线 来的 10K 长不长 也因人而异 但是 风景又开揚 有些难度 我觉得是不错的 至于行山吹水方面 先说了两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 天气恶劣 之后 好天翻的时间 选择路 要去考虑清楚路线 那 我不再浸气 再重新一次 但这个 我觉得大家 值得要留意的地方 而第二个就是 就是 过得来麒麟山这边 有点感触 刚刚醒起 一旦意外 就是 我觉得 地图是很重要的 OK 再三提一提 大家 有兴趣的山友 了解多些 这些是 保障自己的东西 由沛水库的位置 到古洞水塘 这条的斜路 大概是900多米距离 距离 落到闸口的位置 如果大家 仍然对水塘有兴趣的话 转右手边 这里写着 古洞南路 那当然 如果你对古洞水塘 其实没什么兴趣 纯粹想看一个 心形的话 刚才过了一集之后 直队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差不多到水塘的位置 水塘在我们左手边 前面有三只狗 小 OK 这个狗不用怕 总之不要有眼神接触 现在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那就OK了 找回水塘的位置 好 前面有两只 不过 它也没什么理我 拖在一旁 水塘的位置 前一点的左手边就是 看到这里的黄色牌 左手边 有栏杆 前面有水 这个就是古洞水塘 居民这个古洞水塘 曾经何时是私人的 好似是 何时家族起的 之前我铺了一部片 后很多故事 很多朋友留言 给我很多故事 但已经不太记得了 只看见眼前 这个景色已经够漂亮了 一个很平静的感觉 我自己很喜欢走这一类的水塘 久不久走下 感觉很舒服 那你说有些灵异的故事 我觉得自己吓自己 你不想什么就没什么 刚刚这部机 想拍前面有两只 不知道是水鸭 还是鸳鸯 还是游水的时间 它们捐到头内喝水 拍不到 好了 离开这个位置 今天天气 寒寒地 太阳又瘦 这些位置 当然觉得会有点凍 如果是夏天的时间 或者是秋凉 在这里坐下 喝杯 感受一下这个 宁静的感觉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这个水塘 是很平静 很漂亮的感觉 那当然 你说它是不美得 一声 那又不是的 好像河背水塘那些 都很漂亮的 但是因为那些水塘人多 好像这些 冷门一点的水塘 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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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门的水塘 相对的 比起来一个 平静的感觉 正好多 前面的三个狗 又细着我 我一样假装看不到 又没有眼神接触 直走过去 那些狗在那里 OK 你看不到我 好了 沿着这道路 出去 刚才没有记错 古洞南路 接到刚才的大路 直到出去 就是古洞街市的位置 古洞有一个 将会发展的地方 到最终 发展之后 这个位置 还是不是这样 真是不得而知了 西市的变化 是没有人猜得到的 OK 那 拍条片都好的 做一个记录 OK 那 烂又拍下 二又拍下 烂门又拍 热门又拍 热门又拍下 希望大家会喜欢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的好 如果你觉得我的片 是帮过你手的话 记得 请进来 看下个介绍 有兴趣的 看下来 希望大家会喜欢 记得订阅频道 和分享给你有兴趣 行山交流的朋友 那我们去古洞街市 搭车走 结束今天的行程 行啦